温哥华保利德拍卖行定区举行拍卖 新开设办事处Richmond Public Market公共市场 电话778-297-5151 总店地址6851L Bridgeway Richmond Ovo对面 活动由一段回顾温哥华潮州同乡会 30年辉煌历程的影片正式拉开 同乡会会长冯若杰介绍 作为加拿大最早成立的潮人社团 同乡会成立于1987年 成立30年来 秉承华侨华人 潮人潮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此次专程联合加拿大潮商会 向加拿大红十字会捐出 为近日北市省山林火灾募捐到的 38,600加元善款 通过成功举办的第18届国际潮团联益联会 让我们引以海内外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温哥华潮团联会一定会更加同飞 更加辉煌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总领时刘飞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黄陈小平 多位加拿大三级政要 以及专程飞抵加拿大参与庆典活动的 广东省善委市副市长余虹 广东省接洋市副市长姚丽玄 军队该同乡会 在过去30年里所做出的贡献 给予高度评价 并颁发褒奖 成立了30周年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为当地的侨务 为祖籍国做了很多的贡献 在清典活动中 还表扬了30多位为同乡会 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潮级人士 而共计12名潮级优秀学子 也分别获得大学生 高中生和小学及初中部学生奖学军 凤凰卫视 李源泊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